龍莉莉, 我們中伏了 你進來敲門行不行?中什麼伏? 原來巴曲那個負責人是新誰 為什麼會這樣? 那天Mike突然衝進來 或者在拍攝機裡收拾東西 說是朋友的 是呀 是被哄你踩的 有此理 照你這麼說, 七下風已經知道 他才有防備 我更加不應該讓他得逞 要不就我們說他一稿兩頭 取消他的資格 你真笨, 又不是假裝的 巴曲是我們兩個選擇的 現在才說人家一稿兩頭 那就是說你什麼都沒看過 笨力射 那你想怎麼樣?是不是 要眼睜睜看著阿楓上位? 七歲數是我義用占卜師 我給他這麼多錢賺 他敢逆我耳嗎? 我們還有首尾要跟嗎? 爸爸賺他, 我們不用想辦法 我都不想說你了, 姐姐 什麼? 什麼?又說你不讓阿楓放自己人進來 現在整個檔口放在這裡 還要這麼熱鬧, 這是你 我不相信他一輩子都這麼幸運 我終於搞定了 Candy, 還沒下班嗎? 剛剛有個客人想找你做膠夾 你弄完再走 其實我快要收拾東西後下班了 請坐 這位尊貴的顧客在我們商場裡 消費了幾千元 他是有權享受你的膠夾服務 你弄完再走吧 那好吧 你好, 請問你想做什麼款式? 我今年想做特別一點 不如在上面寫一首賀年歌 迎春花那些呢? 寫歌詞也有點難度 你不是不行嗎? 不, 我想我們可以試一下 你的指甲也夠長 應該每隻指甲可以寫兩三個歌詞 我是想每隻指甲寫一首歌 指甲這麼長, 寫一首歌也不是很困難 Candy, 這個年宵攤位 你不用付租的 如果你做不到 我可能要告你違約的 那我們開始吧 終於結束了十隻手指 你的手指甲寫得挺漂亮的 下次再找你, 麻煩你 Candy 你…你今天怎麼這麼早? 天亮了 你別說得好聽 你昨天晚上整晚都在這裡 是呀 昨天晚上大小姐帶了一個客人來 說什麼… 弄歌詞 Candy… 我已經報了慌張西望, 正在來 亦安排了一天會發困難 就說因為美甲轉運 買了很多東西, 花了很多錢 但現在甲又無法拒絕 要接龍賠錢 我就要看看 爸爸怎麼跟龍景峰提早開戀 你們兩個在這裡幹什麼? 爸爸… 我剛才找你, 歷事, 我剛才找你 你找回來的麥婷婷不錯 很多人都說她算得準 謝謝爸爸 待會兒我看到阿楓 我也再要贊你她 她找回來的那個 膠甲轉運也很好 可惜不穩陣 Candy今天早上躲下了 說要進醫院 那…那裡馬上怎麼辦? 所以現在就弄得像銀行擠題 爸爸, 你看有多少人 我跟歷事見出現了問題 就下來看看 不夠經驗就不夠經驗 等了很久, 我不等了 那是怎樣? 我們把錢拿來好了 是呀, 付錢吧 不好意思, 大家手安無措 我們正在安排了 不是的, 我們現在要付錢 我們正在安排了, 辛苦了 翁翁, 怎麼會這樣? 爸爸, 其實我們正在安排了 不過又沒有… 各位 由現在開始 膠甲轉運會轉為塔羅尖褲 加水晶轉運 明明是膠甲, 為什麼又會轉了? 你賠錢給我就好了 是呀… 賠錢吧… 大家冷靜點 不如你先抽一張牌 抽就抽? 是易偉的正言 你是不是收了一些不義之財 要做壞事? 雖然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但我勸你收手 因為新日一年快到了 新日命運之輪, 開始混亂 不然的話, 我怕你會騙運降臨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吹吉避空的? 你現在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